当你感谢你所拥有的事物的时候 无论它们有多小 你都会得到更多那样的东西 如果你对目前拥有的金钱感恩 无论有多多 你都会得到更多钱 如果你对一段关系感恩 即使它并不完美 这段关系将会变得更好 如果你对目前的工作感恩 就算它不是你梦寐以求的 你将会在工作中获得更好的机会 因为感恩是生命中强大的倍增气 感恩似于简单的三个字 感谢你 不过你必须全心全意觉得感恩才行 你越常说感谢你 就越可以感受到它 然后你就会吸出更多爱 想在生活中运用感恩的力量 有三种方式 而这三种方式 都是在吸出爱 1.对你人生中已经获得的一切感恩 2.对你人生中只在接收的一切感恩 3.对你想要的事物感恩 仿佛你已经得到了 如果不感谢你从过去到现在得到的一切 你就没有付出爱 所以你不会拥有改变任何现况的力量 而当你对已经得到 以及正持续在接收的事物表达感恩的时候 那些事物会倍增 同时感恩还会带来你想要的一切 要对你渴望的事物感恩 仿佛你已经得到了 然后根据吸引力法则 你就一定会得到它 只要感恩 就可以让你喜爱的事物倍增 而且完全改变你的人生 你可以想象到 比这一件事更简单的事吗 有个来过分的男人 本来很孤单 沮丧 而且从事一份他很讨厌的工作 后来他决定每天例行爱与感恩 来改变他的生命 他从带着正向态度 面向一日当中和他交谈的人开始 当他打电话给朋友和家人的时候 他们对于他变得这么正面和快乐 都感到很惊讶 他开始感谢他拥有的一切 甚至连自来水都感谢 于是在120日之内 发生了以下这些事 他讨厌的每一件和工作有关的事 竟然奇迹地改变了 现在他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而他的工作 甚至让他有机会去一些 他一直很想造访的地方 他和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变得前所未见那么美好 他附清了车态 而且需要钱的时候就会有钱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总是过得很愉快 另外 他再分了 对象是他高中一年班的时候的初恋情人 如果感恩一点点 你的人生就会改变一点点 如果每天大量感恩 你的人生就会以你现在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 感恩不单只让你生命中的每样事物倍增 还会消除负面事物 无论你发现自己身处怎样的负面情景 总是可以找到值得感谢的事 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介入了可以消除负面性的爱的力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